本單元將使用韓式來整理我們原本的程式碼 在遊戲中有很多相同的程式碼都重複填寫很多事 像是阿姆的位置、怪物的位置、醫藥箱與電池生成的位置等 在每次重新開始時,遊戲都需要進行一遍 若寫成獨立韓式則,我們呼叫方便之後修改也很方便喔 本單元的目標如下,我們要獨立下列位置的韓式 像是電池、醫藥箱、阿姆、怪物、地面血量生成 還有下降、乘數、時間顯示、增加時間、碰撞偵測的韓式 新增的功能 本單元需要新增的功能有判斷該層是否有怪物 如果有的話,怪物頭上都會顯示警示的圖片喔 以及增加時間的顏色顯示 如果它是大於2分鐘的話,則會變成天藍色 小於2分鐘,大於1分鐘是白色的 小於1分鐘,大於30秒 是黃色的 小於30秒,大於10秒的話是橘色 如果小於10秒的話,它會呈現紅色喔 阿姆位置的韓式 首先我們設定阿姆出職位置的程式碼 以及重新開始Hold的血量 地面血量的韓式 地面血量生成以及隨機控格的生成 章魚的韓式 會有章魚sy作標生成 醫藥箱的韓式 醫藥箱的作標生成 電池的韓式 電池作標的生成 下降乘數的韓式 時間倒數的韓式 並判斷時間的顏色喔 碰撞韓式 那來判斷說阿姆是否有 與怪物進行碰撞 警示的韓式 當怪物離阿姆還有5層時 會出現警示的圖片 介紹完以上的程式碼 那下面我們完整的程式碼 會長這樣喔 那我們完整的韓式就長這樣 然後我們就只有新增一個 有警示圖片的變數 然後下面都和之前一樣喔 然後在set out裡面呢 我們不一樣的地方是 我們將常用的韓式把它在收集 變成一個叫int game 你看我們int game裡面有 是prayer的 然後時間的存入 然後地板的 然後章魚的 然後 醫藥箱位置生成 還有電池的位置生成 然後大家要記得把前面所講的那些韓式的程式碼 都把它複製進來喔 然後這一個獨立生成的阿 它就是 每一次重新開始的時候都會生成 因此我們把它集中在一起 這樣才不用寫很多遍 好 然後這就是 地板的生成的韓式 然後這是章魚 的位置生成韓式 這是醫藥箱位置生成的韓式 然後 這是電池位置生成的韓式 然後 接下來到做的部分 那我們一開始就是gamestar gamestar基本上都沒有增加任何的東西 我們有做碰撞偵測 因此我們有做怪物與電池的碰撞偵測 如果撞到的話 那就會增加我們的時間 好 下面這地方是章魚位置的生成 那我們也有章魚與阿牧的碰撞偵測 撞到的話我們會減少愛心 那愛心等於0的時候我們會變成gameover 那如果撞到愛心沒有等於0 然後愛心的話那阿牧會回到最上面的位置喔 然後第一層的土壤會就是恢復 有狠魚 不會找到餐石 開箱 我們要這樣� as 你看到咀嚯 那再来我们也要记得放进去 就是说阿姆就是离阿姆还有第五层的地方 如果有怪物的话那它会出现警示的图片 然后这是画出目前下降的层数 当时间小以等于零食我们也会变Game Over 然后这是画出我们目前下降多少时间 然后Game Over的地方我们记得把我们前面写的那一个 韩式把它放进来 那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下降的韩式 然后这是时间的韩式 然后这是增加时间的韩式 就是吃到医药箱会增加时间的韩式 然后这是碰撞的韩式 那这一个就是把它转换为 现在是多少分多少秒的韩式 那这就是改变它时间颜色 来判断说它现在是还有多少时间 然后来判断说它应该要显示什么颜色的韩式 然后来判断说它应该要显示什么颜色的韩式 那这一个就是会有警示图片出现的韩式喔 如果Prayer的下午层它还有怪物的话 那我们就会显示那个警示图片喔 在那一只怪物的头上 那完整的程式码就是长这样喔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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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